据报道,辉瑞集团正计划以140亿美元收购美国癌症制药企业Medivision 毫无疑问,如果辉瑞能够成功收购目前炙手可热的制药企业Medivision的话 这将是生物技术产业里的最新重磅交易 协议可能最早于周一宣布 辉瑞看起来对入手肿瘤产品志在必得 路透社报道称,内部人士透露 辉瑞集团目前已经同意以超过每股80美元的溢价收购 这要比Medivision公司4月份52.50美元的价格高上很多 Medivision公司成立于12年前 而在刚刚过去的6个月里,公司股价上涨超过一倍以上 上周五纽约收盘时刻,股价达到67.16美元 该公司生产的药品恩杂鲁安,每年的销售收入高达20亿美元 而分析师们认为,将来有望再翻一翻 治疗癌症的药品目前仍然是医药行业销售最多的产品之一 全球年售总额能够达到800亿美元左右 而且每年同比增速还能超过10% 辉瑞公司目前虽然在出价收购Medivision中占据主动 但谈判也可能在任何时刻告吹 但如果此次交易达成 140亿美元收购的现金交易 将意味着成交价比今年早些时候 Medivision公司60亿美元的估值还要高上一倍多 本期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我是沙姆·梅雷迪斯 更多精彩,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